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Ham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日本受核能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吉福岛核灾的冲击与教训 日本在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核能的使用国家 但也经历了核能事故的影响 以下是两个关于日本受核能影响的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为广岛核长崎原子弹爆炸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代号为小男孩 对日本广岛式进行了原子弹爆炸 这次事件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尾声 日本仍在坚持不投降 美国为了终结战争 决定是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 以减少预料中的陆海作战所需的士兵和资源损失 这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以及目前仅有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并促使日本投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 美军投下了一枚装油油235的原子弹 从名为N次之地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上释放 原子弹的目标是广岛式中心 爆炸高度约580米 以增加爆炸威力 当原子弹引爆时 发生了核分裂反应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导致了一个剧烈的爆炸 释放出强大的热能和压力波 摧 毁了广岛式中心的建筑物 道路和基础设施 爆炸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和热闪 导致广岛市区内的建筑物 立即起火燃烧 此外 爆炸释放的辐射对人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引发了广泛的烧伤 放射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数万人当场死亡 并有许多人在之后因辐射影响而死亡 广岛式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 因当时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以及后续的辐射影响难以确定 然而 根据不同的估算和历史记录 大约有约14万至15万人 在爆炸当天集齐后的几个月内丧生 这些死亡包括当场死亡的人 以及之后因烧伤 辐射疾病和其他与爆炸相关的健康问题 而死亡的人 爆炸和辐射对城市的影响是长期的 对环境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此外 广岛原子弹爆炸也让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核能的使用和核武器的危害 并在战后促使国际社会展开了一系列对核不扩散和核财军的努力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成为了核武器使用后果的象征 也让人们更加意识到核战争的可怕后果 爆炸地点成为了一个和平纪念公园 供人们追到核警示 同时 这次事件促使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和采取措施 限制和减少核武器的使用 以确保类似的灾难不再发生 第二个事件是辅导核灾 辅导核灾 又称辅导核事故 是指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辅导线的一次重大核能事故 是自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之一 这次事故是由一场9.0级的东北地方太平洋冲地震引发的海啸 对辅导第一核电站造成的严重损害所导致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发生一场极其强大的地震 称为东日本大震灾 规模达到9.0级 这场地震引发了一场海啸 海啸波浪摧毁了辅导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 使得核反应堆无法实现冷却 海啸造成的冷却系统损坏 导致辅导第一核电站的三个反应堆过热 当核燃料过热时 其外壳和包袱物可能损坏 释放出大量的核辐射 事故期间 两个核反应堆发生了氢气爆炸 导致和电站内部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周围环境 福岛和电站的辐射泄漏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附近的居民被迫疏散 广泛的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污染 这次事故不仅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威胁 也对土壤 饮用水 农产品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事故发生后 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应对和抢救工作 避难区域被设立 受影响居民被疏散 政府实行了核灾相关措施 并进行了核辐射监测 同时 核电站的废料清理和安全措施成为一个漫长的挑战 辅导核灾引发了对核能的关注 并对日本的能源政策和核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了其核能政策 并加强了对核电站的安全要求 这次事故也引发了关于可持续能源和能源多样性的讨论 并推动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更大投资 辅导核灾在核能发展史和人类对技术风险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提醒了人们确保核能安全 并持续关注核能事故的可能影响 这些事件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影响着国家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方面 以下是这些事件对日本的影响的一些方面 核武器投放和原子弹爆炸 广岛和长期原子弹爆炸 对日本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了核战争恐怖后果的象征 这次事件使日本成为唯一一个经历原子弹攻击的国家 并对核武器的使用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得到加强 国家追求外交解决冲突和消除核武器 福岛核灾 福岛核灾对日本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了巨大冲击 成为当代日本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数万人被迫疏散 许多人失去家园 影响了受灾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 日本政府加强了核能安全标准和监管 停止运营一些核电站 并逐步减少对核能的依赖 社会对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多元化的需求上升 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应用 环境和健康影响 原子弹爆炸和福岛核灾 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辐射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冲击 对辐射的担忧引发了长期的健康检测和监测 并提高了对食品 饮用水和环境辐射的关注 政策变革和意识改变 这些事件触发了对能源政策 环境保护和核能安全的深入反思 日本加强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发展 公众意识上的改变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促使政府采取行动 减少对核能的依赖 并加强对核能事故的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 这些事件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 政策方向 和人们对科技风险的看法 他们提醒着人们要谨慎处理技术发展 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